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有人对你说过慢慢来 然后没有想到慢慢来真的等到了特别难跳 我昨天学的脚都抽筋了 你的回复是多练会越来越好 何故慢慢来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自己不同的光亮 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其实自己的人生会越来越光亮 好吧 这也是我觉得送给大家的一首诗叫做《与嘉伦的时光漫》 大家好 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看出来了 国超哥哥实际牛 人员好 平台重视 观众喜欢这件事又让某些人破大防浪 没办法 大明星就是如此优秀不光剧播的好报剧多多 我们国超哥哥美貌也是多次出圈 一场品牌直播也能圈粉无数 好评多多 那怎么办呢大方得体的大明星就是招人喜欢啊 人嘉伦露面一次圈粉一次 终于补看完了欧师曼的直播 温暖的文案用心的设计 最感动的是珍珠爷爷出场 能把企业做大做强的人格局喝眼界就是不一样 这种得高望重的老者都很喜欢人嘉伦小朋友 想起上次东方卫视赵亚夫诗集采访 也是被爷爷宠爱的叫做小朋友 毕竟老者阅人无数 对他是纯粹有礼貌又优秀的人 肯定是喜爱有加 潮潮带人揭悟的细节 与人交流的耐心认真的眼神态度 揭画测辅老人的动作 都值得作为范本学习 如果说幸运之神会眷顾一个人 那一定是眷顾得行家正能量的人 这是玄学更是福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